蒸泥牛油曲奇饼 这也是我第一次做 做出来我挺满意的 可惜的是我没有蒸泥的裱花头 使用的是其他的裱花嘴 牛油软化至影片上的状态 按压下去牛油是很柔软 将糖粉过筛 牛油必须软化到足够 用刮板将它们稍微的混合 加入少许的盐 我尝试使用这个搅拌头来打发牛油 发现不是很理想 搅拌时常要将周围的牛油挂入 让搅拌起来更加的均匀 后来我转换了这个搅拌器的头 牛油打发起来会比较快速 牛油打发至如影片上的状态 一起搅拌头 会有直立的勾 将面粉分几次过筛 将玉米粉也过筛 将它搅拌至看不到干粉 面团要重复的用刮的方式 让面团变成很顺滑 就像冰淇淋一样 使用刚才前面第一次我用的那个搅拌头来打 让面团可以更加的顺滑 叶顺滑做出了起起饼叶叶松软 刮纹也不容易消失 这部分要花一点时间哦 在烤盘上插上牛油或放上烤纸 使用的是六个角的花头 最好是使用八到十个角 出来的花纹会更加的漂亮 表花带直立 用同样的力道 几处平整的起起饼 起好后可以放置15分钟 让花纹更加的定型 你的烤盘是比较小 可以放在冰箱底层 让花纹更加的凝固 在饼干的上面也可以放上少许的点缀 我放上樱桃碎 这里要切记温度只可以140度 预热的时候也是140度 如果温度太高 饼干很容易塌下去 花纹就不漂亮了 烤40分钟 最后把火调至180度 让饼干上色 掌握好烘烤的时间 和温度也是决定起起饼的好吃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做了这个蒸饼起起饼 在网上常常看到非常的松软 好吃 今天第一次尝试做 其实我youtube很多影片都是第一次做 就直接拍成影片了 所以有时候有一些的失误 这个起起饼在搅拌的时候 要搅到它很顺滑 像冰淇淋这样 当然我也是有偷工减料 懒惰 手很酸 然后起起饼要买那个花嘴 是好像菊花这样的形状 最好是有8到10个 因为我没有嘛 我就有6片 这时候呢去外面买 又买不到 还有很重要的是 烤出来它的花纹要漂亮 这样应该算是一个成功的起鞋 好 谢谢大家 请关注华国猪娘 拜拜